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花莲县目前积极进行新冠肺炎疫苗施打的工作 县卫生局长朱家祥说,第三期预约到19号为止 那么也会在从20号开始来用简讯的方式来通知大家 那么接收到简讯之后的民众可以上网1922平台来预约施打 施打的日期则是为7月23号到29号 也呼吁大家可以按时的前往施打 第三期的议员登记到今天中午12点钟为止 所以各位乡亲,你明天就有可能会收到简讯 告诉你说你是第三期的施打对象 所以如果当你收到简讯之后 那你就可以上1922的预约平台去做预约接种的动作 那预约接种站也包括12乡镇的卫生所 时间的医院跟三时间的合约诊所 那预约成功之后 那在第三期的施打的接种时间 是从7月23号开始一直到7月29号 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来做第三期的接种 所以如果已经有预约登记的 尤其是你是单纯登记AZ疫苗的话 我想你可能在明天开始你就会收到简讯 而这些人在6月9号到7月9号之间 记得6月9号到7月9号之间 以接种过第一剂的莫德纳疫苗的 间隔超过28天 记得间隔一定要超过28天 你就可以来施打第二剂的莫德纳疫苗 而第一类的人请到你的原接种单位去做接种 第二类跟第三类的人 你可以到13乡镇的卫生所做预约接种 现在7月中了 马上就8月 9月就要开学了 因此为了我们到下个学期能够顺利的开学 我想这个中央对于国中国小幼教的老师都有做疫苗接种的专案 那我们花年线国小跟学前教师的疫苗接种的专案 疫苗已经下来了 我们已经规划在7月21号 7月21号就是礼拜三 分北中南四个地方 来为我们的这个国小老师教职员跟学前教育的教职员来做师导 那北区包括了中华国小 它本身是由国区花莲总院来协助师导 我们下期见